下暴雨 说成了XXXX 就是把整个厕所塞住了 而且还把之前 拉过的东西 哈喽大家好 又是我迪德 OMG 这是我上上了一步 啊那个 在台湾遇到的糰世 没想到 還蠻大迴響的 然後我不是有問大家 如果你們也遇到什麼 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給我嗎 然後我就看到大家留言 我哩中花絕味大佬 你們比我更誇張還遇到的事情 然後我邊看留言 灰心已經笑了很多 我有功名的 所以我自己其實就選了一些 我真的覺得 可能你也很有功名 但是真的很好笑的留言出來 來啦來啦 一起跟我分享糗事啦 好我們看看第一者留言 待一加入學的時候 同學說帶我去吃自助餐 我挖了一陣想說 哇 中午吃puffet這麼高級啊 我明白的 大哥 我以前常常聽到 去吃自助餐這樣 我都會覺得 puffet 其實puffet 很高級啊 我完全明白的感受 大家香港自助餐跟台灣的自助餐 完全不同的意思 我們說的自助餐 就是在那種高級酒店裡面 吃那種自助餐 是豪華來的啊 你要台灣的呢 就不是喔 老條拼著才有講過 給你們看一下平常 很受歡迎大家來點的 就是這個自助餐 沒錯 這個就是台灣的自助餐啦 然後回到完啦 然後到學校餐廳排隊的時候咧 同學在問我喜歡吃什麼 我就看到前面猜測 我就說 炒飯 我喜歡炒飯 有人聽得明白他這個梗嗎 炒飯咧 人的重量哄笑起來 餐廳充滿快活的氣氛 所以大家真的要分清楚 台灣自助餐跟香港自助餐 不是同一回事來的 好我們看下一個 印象中 最厲害的就是去墾丁玩 在酒店 開大 開大意思呢 就是拉屎 然後去完之後呢 將那個 汽紙 就是衛生紙的意思呢 就放進那個廁所 沖 沒想到呢 就把整個去 就是把整個廁所 塞住了 而且還把之前 拉過的東西 全部吐出來 WOW SHIT HOLY SHIT 至此之後呢 我就知道呢 在隔壁的垃圾桶 是要來幹嘛的 沒錯 雖然台灣一定會有說 我們還是有一些地方可以丟 但我真的是奉勸你們 這是你有一個觀念 就是不要把 衛生紙丟進 廁所的馬桶裡面 因為非常容易塞 我真的是來台灣之後呢 這一點是讓我覺得 非常不習慣的 因為在香港 我們直接衝的嘛 但因為台灣有非常多的老房子 然後水管呢 都會比較容易塞的 好像我這一家一樣 我試過一個月 塞了兩三次 我心想 為什麼 一張而已 一張就塞 我真的吵爆頭 我真的問個房東 天天樓啊 你又說可以丟掉的 蛤 我丟掉了之後塞的 哇 但你真的把歐子 全部都吐出來 這件事 好噁心喔 你怎麼搞啊 你看 OK 接下來他就說了 超偶同感 就算來了4年 剛剛出來工作的時候呢 還是有很多字啊 都會講錯 然後讓很多台灣聽到 整個都是問號 好像原齒 原來叫不止 然後呢 一開始來台灣 非常不習慣 廣東話跟普通話的轉換 有的時候跟我媽 講電話的時候呢 就變成了講普通話 然後對著那些台灣的朋友呢 就講廣東話 然後呢 也常常會講出很多書面語出來 好美啊 我也是到第4年開始吧 我真的是慢慢擺一些書面語 所以玩好嘛 然後呢 我就這樣寫出來 然後傳給我的朋友 然後那一刻我都兇了 啊 啊 為什麼 我會寫書面語呢 但是這個很不知不覺 像很多人說 我的廣東話 發音開始不標準 然後我心想 大哥 我住了7年了 然後呢 如果你不是每一天 都是跟香港朋友 不停講廣東話的呢 你是一定會退步的 然後其實我是不覺得 我自己退步的 最搞笑的是 你們告訴我 我退步 我才知道 蛤 然後我開始覺得 我說呢 都會有一點點 嘖嘖咳咳 死了 但是 你真的要心想 24小時都是一個 譬如國語 跟大家都要講國語的一個情況之下 你真的會退步的 連我客家話 我懂得說客家話 但是客家話的開始 沒有什麼好有光 因為我們以前 以前 以前 因為我們以前 以前 都在跟 我阿貢 一定跟人家說客家話 現在 沒有光好叫 我真的不知道 好想說 我明白啊 這個 阿Kerry 哇 這個真的 哈哈哈哈 然後呢 我覺得是 香港人 講國語 然後講歪了 的搞笑 他說 我有一個澳門朋友 夏暴雨 說成了夏暴雨 我真的在留言的時候 我真的笑死 夏暴雨 什麼啊 沒有什麼啊 因為我們很常 真的是直接把那個 廣東話那個字啊 直接就翻譯成 國語 真的很多很搞笑 我們講的 魚 就 乳 爆乳 什麼 有一個人說 有一次我問我是有這個USB 於是我用國語問 你有沒有外置 不是 以為自己一直都讀對那個音啊 問了差不多五六次 他都不回應他 那個 室友是 然後他才發現 他一次讀錯那個音是問室友 你有沒有愛知啊 錯的很迷讀啊 接下來呢 他是馬來西亞的粉絲 他說 何必我去吃拉麵 到桂達結帳的時候 服務生問我 你要不要統編 我就問他 什麼統 什麼統編 他一眼無賴的眼神盯著我 我就隨便說 我不用了謝謝 然後後來他有解釋是 統一編號 然後才被消反 是的台灣有很多的文字呢 都會說成兩個字 你可以看我 那一部片 啊不過呢 就算統一編號呢 他四個字講出來 我覺得我們也是不懂 發票啊 同邊啊 載具啊 這些 那些 聽了我聽 買麵包 跟麻煩 反正我到後面也是 啊不用不用不用 這樣算 但我現在都懂啊 生活久了又會懂 這個 對 OK再來呢 我看到很多留言啊 原來發現很多人跟我一樣 不會開那個三角飯糰 還有 是台灣人到現在也不懂開 欸你們看我都不騙學起來了吧 不要把那個摺菜拆出來 謝謝 然後他這個留言還有說 去台灣旅遊問店員 可不可以給我一個膠帶 他帶住了 我才反應過來說 喔 塑料袋 我懂啊 因為我們會把那個塑料袋 叫成膠帶 我以前也一直說 欸不好意思 我可以要一個膠帶嗎 我頂一個上門 小妹妹 但是你要給你什麼膠帶啊 不好吃嗎 比如說他什麼 啊 膠盡啊 一定也聽不懂 就叫水平啦 哈 我這次來這邊也記得非常非常多 是台灣的用語 不然 真的明白的 你明白嗎 所以呢 你說的這個 我明白你啊 膠帶 給我一個膠帶 我的票好不好看 哇這個還蠻特別的 阿傑森就說 我那一年去大陸工作的時候 去吃飯 結果看到牆壁上面寫 土豆絲該飯 到時候傻眼還問 大陸的同事 土豆是可以切絲嗎 心裡講說 花生是怎麼切絲 喔 所以後面才知道 大陸稱馬鈴薯叫土豆 而台灣的土豆是花生 喔 台灣叫土豆 是花生的意思嗎 那不是花生嗎 它有土豆嗎 認真嗎 台灣叫花生叫土豆嗎 那其實我也非常多這種 呃 問號在 像是 呃 台灣的形容 俗片叫 餅乾 蛤 你在講什麼 不對不對 餅乾是 餅乾 那個是俗片 不是我就是餅乾啊 合作 不是那不是餅乾 是俗片好嗎 那俗片 所以我還是搞不懂 可是後面就 呃 餅乾餅乾 我可以俗片喔 麻煩 這個也蠻好笑的 他說 我有一次在台灣吃肯德雞 他好想吃俗融 真的香港肯德雞會有俗融這個東西 他就以為台灣的肯德雞跟香港一樣 但是點餐就跟店員說 我要一個俗融 還是不太正宗的國語啊 喂 為什麼呢 我要一個俗融 那個店員呢 聽到一頭霧水 我也不知道要怎麼表達 就在這一刻 我看到 在餐桌上面 有一個圓形的頭 那個照片呢 就跟香港俗融呢 長得很像 我就指著那張圖 要那個東西 打開之後了 OMG 裡面居然是白飯 哈哈哈 對 他說 我就想說 其實台灣的肯德雞 是不是沒有俗融吃的呢 是真的沒有的 我跟你一樣大力的時候 也是看著肯德雞 蛤? 為什麼沒有俗融呢 真的沒有的 他們沒有在賣俗融的 就像是麥當勞 沒有在賣我們那一款 脆香雞 我最喜歡吃的 我最喜歡吃的 脆香雞 雖然很貴 但是台灣的觀眾 如果你去香港 去吃麥當勞 一定要點脆香雞 是很好吃 然後 還有那個 你們叫兵炫風 我們叫麥炫風的 點那個 聰明豆口味 聰明豆口味 我都很喜歡 但是我不知道現在香港 還有沒有買 我自己很喜歡一個口感的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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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那我今天呢 看到的留言 就差不多先這麼多了 那我覺得非常非常有趣 你們的經歷呢 我有很多也是 太有共鳴了 如果你們有看到這集 你有什麼親身經驗 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給我 我覺得如果還是看到非常多搞笑的話 我會再做多一集的 好 聰明來跟我分享咯 那我這一集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跟分享 那我們就下一集見咯 留言了 拜拜 晚安 現在已經是11點半了 我要去洗澡睡覺 明天要上班 閞臨 一集 明天就等了 閞臨 八星 吳 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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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星